这个楚王一支啊 颇有些身份地位的宗使 联名向朝廷告了欲状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东安王朱英隋 武冈王朱华增 还有啊这个江夏王朱华杜 他们一口同声的说呀 这个朱华葵就是野种 并且呢来龙去脉呀 和当年这个宾仪汪若全 说的是一模一样 您好我是昆仑刘时 欢迎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儿咱这段书啊 实际上是昨天书目的延伸 昨天咱们讲的 这皇家呀 是不是喜欢这个双胞胎 还是像民间传说的那样啊 皇家是十分厌恶双胞胎的 哎实际上呢 我们得到的答案呢 是很肯定的 这皇上家呀 也是喜欢双胞胎的 因为这双胞胎 它象征着子嗣繁盛嘛 尤其是皇家子嗣繁盛 那就证明着江山有靠啊 哎那应该是 普天下都高兴的一件事情 哎当然了 老百姓高不高兴啊 那反正皇上家认为 老百姓得跟着一块高兴 您看啊 其实咱们讲了半天后妃啊 讲了半天皇子 实际上呢 咱们这期呀 双胞胎并没和咱们讲皇子后妃脱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就拿呀 最近咱们说的这些段书啊 的主线人物乾隆皇帝说吧 实际上您看这乾隆皇帝啊 他到底喜欢哪个妃子呢 哎这个不是很肯定 当然了个人的好物不同 所以说呀 这乾隆对某个妃子呢 他是特别的喜欢 真心的喜欢 那完全是有可能的 不过您看啊 对其他的嫔妃 他有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这个嫔妃受宠啊 就是因为生了孩子 给这个皇族繁衍了子嗣 哎他繁衍了子嗣以后呢 就更受宠 更受宠就更生孩子 更生孩子呢 就更受宠他属于啊良性循环了 这令仪皇帝妃魏家世实际上啊 就能充分的证明这一点 您看啊 在这个心血之评图里边 这魏家世啊 被画的那是相当漂亮 当然了 在这份图里所表现的所有的后妃们 都是最佳的状态 没过多少年啊 也就是怀永远那年吧 哎这又有一幅画出现了 这幅画啊叫赛言四世图 在赛言四世图上啊 实际上这魏家世年纪并不大 但是已然呈现出啊 这个中年小妇人的状态了 到了这个重庆皇太后的八旬圣兽图 哎这幅图当中啊 这个令仪皇贵妃啊 那年实际上啊 也不是年纪很大 才43岁 可是43岁的令仪皇贵妃 在画中展现的就已然啊 是骤文堆垒并且有很多的折子呀 都已经下垂了 这就说明这乾隆皇帝 对这后妃的容颜啊 并不是十分看重 总归他看重的 就是你能不能生 能不能为这皇家呀 多诞下子嗣 那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啊 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得书归正文了 咱们呀 要如前文书所曰 讲一讲啊 那就是明朝 有意思的双胞胎 咱们说是讲双胞胎啊 实际上和这个弟弟啊 朱华碧关系并不是很大 咱们主要啊 讲的就是他这位哥哥 楚王朱华葵 要讲这个朱华葵啊 咱们可不能从他这开始讲 咱们得往前倒 倒到哪啊 倒到明朝的龙庆五年 那年公元1571年 这楚王朱真的六世孙 楚公王朱英 空失了 有人说呀 死就死了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死了个藩王而已 这明朝啊 就不缺这个皇族 就不缺藩王 可是啊 有意思的是啊 他虽然死了 哎 他身后啊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什么烂摊子呀 这个楚公王啊 无四 也就是说呀 没儿子 那么是楚公王无四 朝廷有没有办法呢 那亲王没了 总不能 这王位就空出来了 哎 当然不能了 按照这个朝廷的规矩啊 是按照兄中帝籍的规定 这楚王的爵位呀 应该由尽知的郡王继承 这句话呀 他好说呀 他不好办 为什么 因为这活生生的嘛 这王爵呀 就旁过他人了 不过这会儿啊 这楚王府啊 有一个表彰就奏到了朝廷 什么表彰呢 说这个朱英啊 头死的时候 有小妾可就怀孕了 如今呢 已经生了 是谁生的 是这个楚王府当中的工人胡适 也就是说呀 是这个楚王的一个小妾生的 并且一生啊 还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姨父子 给这个大儿取名啊 叫朱华奎 二儿取名叫朱华碧 您瞧 这双胞胎不是说来就来了吗 这朝廷接到这份奏章之后啊 就琢磨了 那就别让这个晋知王宫 去牺牲人家这个王爵了 这亲王啊 人家既然有儿子 还得给人家儿子做 可是俨然的这两个小猪啊 他太小了 刚生下来嘛 还不能担当楚王的大任 所以啊 这王府的事务 还得由这个 他们这支里啊 一位最有本事的人 代管谁呀 于是啊 就选定了 这楚公王的叔叔 武刚王朱显怀 先替这个侄子呀 看着这个亲王的爵位 等到这两个孙子长大了啊 再传给其中的一个人 要不说呀 这明朝的藩王啊 没有几个好东西 这个武刚王啊 明显不是来呀 替这俩孙子看家的 哎 他是想借机呀 在楚王的位置上狠狠的捞一把 在他们这支楚王宗室上啊 他要是看谁不顺眼 干脆就给谁消宗 然后呢 好 吞并人家这个宗室的俸禄 哎 我们都知道 这明代宗室的俸禄 是很高的 这样啊 还不够 还这个抢夺私吞 无数这个楚王府的珍宝 甚至啊 收受贿赂 哎 这个买凶杀人 他都干过 不但如此啊 他对这个楚公王的王妃 也就是这个朱英的卫王人 按说呀 是他的侄儿媳妇 还动手动脚的 朝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 那肯定是让这孙子滚蛋 一边去 于是啊 就让这个东安王朱贤款 暂理这个楚王府的事务 到了这万历八年的时候 那年啊 是1580年 这明神宗啊 正式册封十岁的朱华奎为楚王 他弟弟呢 朱华璧受封为宣化王 其实啊 在这之前 朱华璧和朱华璧这两兄弟呀 就有人质疑过他们的身份 到底是不是这朱英的遗父子 这楚王府上啊 有一个遗宾 叫汪若全 就向这个朝廷啊 上奏过 他说这个楚公王啊 不愿意让自己这个爵位 让同族的弟弟成席 所以说呢 在他投死之前啊 就四方笼络自己的亲信 去寻找刚出生的婴孩 这朱华璧啊 其实是楚公王的大舅哥 王如延的侍妾 由今美所生 这个弟弟朱华璧呢 则是这个王如延族人 王玉的儿子 所以说呀 这哥俩长的呀 一点也不像 咱们这儿啊 打个空 这历史问题嘛 咱们在这儿啊 只能分析啊 他像不像 不能分析是不是 他至于像不像呢 他不像啊 他也完全有可能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双胞胎啊 他分同卵双胞胎和一卵双胞胎 所以说呢 这个同卵双胞胎 就是一颗卵子的双胞胎啊 生出来就非常的像 不是同一颗卵子所生的双胞胎啊 那就不一定像不像了 这亲兄弟互相不像的多了 这汪若全呢 在他的举报信里还说呀 这两个孩子实际上早就出生了 一直在呀 这个王府外边养着 等到这个王爷一咽气呀 过了几天 才偷偷的抱进了王府 意图就是偷梁换柱 混过所有人的耳目 不过呀 这封举报信呢 尸身大海 自此以后啊 就再也没有什么消息 这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这个汪若全呢 无非就是一个王府的穆宾 身份太低微 低微到什么程度啊 这朝廷啊 不但没说他举报的真伪 并且呀 连他诬告的罪都没治 这朱华奎啊 跟头把式的当上了楚王啊 他总想啊 证明自己身份的正统 于是呢 他就要表现出自己的威仪 怎么表现出威仪来呢 就是对下人很苛刻 自要你犯错啊 那是非打即骂 所以说呀 在他当楚王的这些年当中啊 攒下了钱财的同时 也攒下了仇恨 于是啊 没过多久 就又有人在朱华奎的身份上 大作文章 这回这个举报人呢 那可是颇有些来头 这个楚王一致啊 颇有些身份地位的宗使 联名向朝廷告了欲状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东安王朱英隋 武刚王朱华增 还有啊 这个江夏王朱华杜 他们一口同声地说呀 这个朱华奎就是野种 并且那来龙去脉呀 和当年这个宾仪 汪若全说的是一模一样 其实这会儿啊 这朱华奎对自己的身世啊 他也没底了 因为他到底是不是野种啊 也没人告诉过他 这王呀心虚死了 不过呀 他有钱 于是就花重金向这个当朝首府 沈一贯和通政时 沈子墨 这二人呢 大大的行贿 让这俩人呢 把这份儿啊 帮他腻上 在皇上面前多说好话呗 那么既然拿人的钱财 必然得与人消灾 这沈一贯呢 自然呀 是拿出自己的本事 上下的踢着楚王逢圆着 可是这会儿啊 对头来了 这沈一贯呢 他是折挡的领袖 哎一向和他们不合的是什么人呢 是东林党 这赐服沈李啊 和礼部侍郎郑正月 那可都是东林党的头子 于是啊 就向这个万历皇帝 弹劾这个沈一贯和沈子墓 循私王法 帮楚王开拓 并且呀 对这个楚王啊 晴天霹雳的事 他们还要求啊 这皇上一定要严查 这为主王一案 要说这查起来难吗 哎 查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把这些当事人呢 聚拢到一块 宜人呢 赏他们一顿板子 我看这事啊 就好查清楚 可是啊 这会儿的万历皇帝 他为了难 他知道啊 这事他关乎于党政 这楚王啊 谁来当 这份王爵的俸禄啊 也得发下去 可是这党政一旦击变之后 这个烂摊子呀 是没人收拾的了的 这皇上啊 允许朝里边有人接党啊 那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啊 让各党互相牵制 谁的力量也别做大 可是这楚王一案啊 一旦查清楚 谁赢了 谁在这朝堂之上啊 就会有绝对的话语权 这皇上当然是不希望这样了 可是这事啊 这会儿在朝堂之上 已然成了这两党互相攻击的这么一个话坝子了 于是这万历皇帝也觉得啊 还是派一个心腹 去查这真实的情况如何 于是万历就命令这个胡广巡抚赵可怀 组织啊 一个专案组 到这个楚王府去查查去 可是啊 一旦这个真瞪眼的人来了之后啊 哎 这帮这个皇室宗室啊 那就都怂了 因为谁手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这些个王爷们啊 学举报信的时候都闹得挺欢 可是真专案组一到呢 哎 都哑了门了 这会儿啊 除了一个宗室 诸华低的妻子 王室依旧一口咬定 这朱华奎啊 是伟王之外 剩下人呢 连道堂问巡都没到 所以说啊 只能证据不足 哎 这巡抚大人 赵可怀啊 草草的结了案了 咱们在书馆啊 就得这么说 您瞧啊 这朱华奎 这楚王当的 这一辈子是战战兢兢 真的假的呀 咱们先放在一边 最后啊 也没有一个好报应 这崇祯十六年啊 哎 这齐军 就攻克了这个襄阳城 四月初六啊 这张献忠的部队 就直奔了武昌了 这浑了蛋 猪油蒙了心 吃屎 迷了眼的这个楚王啊 哎 就是这个朱华奎 在这个守城上啊 不但一分钱拿不出 还呀铺张大字的 给自己的闺女啊 聘夫君 结果呀 这城一破呀 他算落到张献忠的手里了 您想想那张献忠多狠啊 杀藩王啊 他也不是杀第一个了呀 这老张啊 还是比较心善的 他倒是给这个楚王啊 哎 留了一个全尸 放到长江里 进了猪笼了 对其他的宗士呢 哎 是赶到长江边上 你要是愿意自己跳呢 就省得我们事了 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跳呢 后边啊 就是一扎枪 然后啊 再踹到长江里为王吧 这就是明代啊 有意思的一对双胞胎的故事 您瞧瞧啊 这里边啊 他既有党争又有这个皇族的绅士之谜 还有这个明末的农民起义 嘿 多热闹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明天啊 咱们继续讲这个清代的宫廷故事 拜拜